像温哥华的Richmond基本上见不到老外 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所有的广告都华人 而且竞争也很 华人一华人多的地方就卷了 卷了这东西 你都已经来到加拿大的地方 你还要卷 那何必呢 你要是说 其实加拿大是适合什么 就适合我们这种能力不行 一般的这种老百姓 对吧 你说能力行 你要是说 你就 我技术可以 我就特别卷拼 去美国了 我的一些搞IT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去美国硅谷了 只要你够卷 你够努力 你在美国的确能赚到大钱 对吧 也没有问题 今天要拍摄的这位大哥 是渥太华的一位移民终介 大家先别着急骂我 我真的没有收他一毛钱的推广费 我这个系列 既然是想采访在加拿大 从事各种工作的华人 那自然移民终介也是其中之一了 不过在这里 我还需正宗声明 本篇的所有观点 仅代表受访者的个人立场 如有意义 请以环球时报为准 创作者不做任何推荐和担保 好 那大哥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Jay 生于1983年 老家是辽宁大连的 203年来的是加拿大 然后在维多利亚读的本科 获得华读的硕士 现在做的是留学移民的这个business 就是大家说的中介 那你刚毕业的时候是什么想法 就来到这边读书 是家人的想法 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当时我觉得还是高考没法好 高考不是考特别好 大概就只能考一个 大连本地的一个大学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家是当医生的 如果你读大连一科大学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难的 有点难的 我爸说你起码要读一个省级以上 就辽宁一科大学 或者北京一科大学 在中国这个医院里 也许才能找到工作 这是当有理解 当时家里做了点小生意 出国热爱是刚开始的时候 2000年 然后也就决定出国 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这一栋楼啊 还挺大的啊 这个是我和我的合同伙伴买下来的 你们这些来说 你要挤手 那些什么 又开始做 那些来说 就像我们我们来说 这个压子 就像我们要去 那些来说 这个都要买 这些锅裆 可以 看 不说 那个这些锅裆 这些锅裆 就是我们公司 这个锅裆 锅裆 可以,那我们现在再聊一下关于你工作的内容吧 工作,ok 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到从事移民这个行业 这个你们这个包括留学吗? 包括 留学和移民都有的是吧 对对对 因为你之前学的好像也并不相关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领域? 80%的人从事的专业工作和自己的读的书的专业 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80%的人 如果你读一个特别City,比如你读College 读一个什么水管罗马什么的 或者电器,Electration,Engineering之类的 可能会从事,大部分的人不会从事 做这个移民 这个留学移民这个也是机缘巧合,也是一点点啊 就是我们最开始做的是给大家做的是补习 以前是在OU当TA吧 后来就做补习啊 做的比较好 后来补习做的时间的话 又开始做一些留学的申请 当时是很基础的啊 太早了,我还不想来住 很多地方住不着人 对吧 能力一般的人 像我们这种能力比较一般的普通人 老百姓 也没有说太多钱 来着,也特别有钱 那你哪都可以去 你可以去一些欧洲国家花点钱就可以买个身份嘛 比如塞浦路斯 我有朋友在做房地产 买套房也就可以拿身份 拿到里面 美国就是 它有些优秀人才的一些 国内的一些 不是一些有名的什么导演啊 演员啊 不都去美国嘛 如果再有钱 唱歌去美国吧 如果你在乡的时候有钱就去东东华吧 如果你想干点事 还想卷 那就去做了做 你像小伙伴们和这种 实在是能力一般躺平的人 就来这种凝固他 但是您刚才提到普通人适合来加拿大 但是我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如果想过来 有两个门槛 一是他得有一定的继续 二是他要有英语要求 那首先我们先聊英语 那你觉得英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才可以所考虑移民这件事 英语啊 我觉得起码达到雅思五分吧 不管说你雅思五分 当然还有一些特别好的项目 雅思四分四点五分就可以了 但是雅思五分 我觉得是一个 因为你移民只是你办理长征的第一步 就和留学一样 你也敢成为第一步 你能出了国 能移了民 你还在生活呀 还要娶妻生子 还要生父 还要这边养老 你英文一点不会 很难生存 对吧 如果即使生存 你可能也只能混在中国人的圈里 聊到第二个障碍 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他来准备多少钱 才能考虑移民这件事 不要低于200万人民币现金吗 200万人民币 你就是对于比如普通的比较年纪大的 以及对于这个已经在这读大学的留学生 这两个都是说要200万 还是说他们准备 留学生200万免钱过花吧 大学 你也是 留学生很贵的 你说是从读本科 读本科开始 200万就过花吧 可能 也不能说普通人 我这个定义不对 应该是中产以上 中产以上阶级的 有余钱的人 有200万 我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波峰有波谷 一旦失败了 你不能把房子什么都卖了吧 国内的人来 的确是面临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语言方面 其实如果你是英语比较好 那就说明你不是一个体力工作者 我可以这么指的 基本上不是一个体力工作者 在中国 相当于一个白领工作 但是在这边呢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英文 这是一个起目 那很多人就从白领去转到做Libber工 其实在加拿大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 也不光是说华人 包括是说我还见过 卡尔敦教授在沃尔玛桑那 有读博士的去开Uber车的 大法 我还有记很多 就是其他各个国家移民 以前在从事白领工作的 然后来做这种技术工作 国内技术工作的人来 还是有点难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技工的 就是会修车 但你没有说过高等教 你没办法拿英文和沟通 你来这就没办法移民 你因为你技工 你还要跟工友去协商 你还要跟顾客去协商 什么原因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你还要考License 也不是说你来了就可以修的 对吧 对对对 这是很大障碍 所以这个也是街机下行的一个原因吧 大概在20年前 我的一个英文老师 他就是个诗人 就写诗 其实说白了就是 他是这些发展国家 就掠夺人才 就掠夺其他国家高等人才 来在我们做一些相对低端的工作 但是问题在于相对低端的工作 挣得还挺多 对劳动工作者 就是挣得多 这个加拿大 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 你说你说修一个 装修多少钱 你找一个 修个水满工 修个这个 多少钱 修个车多少钱 都是很贵的 一千年的人工就很贵了 但是各有利弊吧 你人 Labor的问题在于 比较好人门 工资比较高 但是有几个壁子 第一个 有年龄的限制 比如说你修车 你看有五十多岁的那种 腰都不行 累的都不行 他是对体力有些 Construction 我见过就是 打钉枪把自己手打 打出来的 从房子吊下来的人 人 我也见过 就是 他对你的体力是有要求的 对你的年龄是要求 你修复太大 你也表不动 你身体不好 你也表不动 你不可能保证 你一辈子身体不好 对吧 而且你上线就是你不好 你最厉害能力 做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工人 你能怎么样 做白领子 相对来说 上线会高一点 上线会高一点 但是在实际 说完来的 实际时候的工程 也就是那么回事 你既然处在一个 在白领为主导的社会里 你能做到一个中高层管理层 就是中层管理层 已经是你的 已经是你的上线了 你贴花板 你的种族就决定了 你的贴花板 那您觉得就是一些想移民的年轻人 他们首先如果说从留学开始的话 他选什么样的专业 首先是他是选读 university就是本科或者是硕士 还是选择去读college 就我们成为大专了 他这选哪一个 对他们后面的移民的道路来说 会更顺一些 都可以 学习好就读硕士 你学习一般 你就读本科 你学习差一点就读college 但是读下来之后 哪一个移民上会有优势一些呢 或者都一样吗 安省有硕士的省平项目 你读硕士当然是有优势了 对吧 那么本科的话 读一些草原省啊 或者是大乡四省啊 本科也有优势 college现在已经机功率也慢慢被充实起来了 那么也不是可以 那就要看你的调整角度通过吧 都可以 都可以 或者是你是女生 你长得特别好看 不需要通过自己 你就进了大学 进了university 比如说你进了卡尔伦 我去外华大学 你就在里面找对象 里面都是帮你挑好的人才 第一个能拿加拿大学签的 是不是家里资产的叶根波 能通过大学语言考试和雅思的 是不是学习能力还行 你就在这个大学里找 你能差到哪去 对不对 他能帮你挑 你在社会上都挑不到这些人 我讲实在的 社会上哪能认识的 已经帮你挑那些人 对不对 你读硕士 那你看 就是学霸 他可能 学霸可能意味着 他的下限不会低 他的上限靠运气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硕士 他不会特别差 他年薪找个七八万的工作 六七万的工作 养活一家人 是没有问题 他下限是不会 他不会特别求 上限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他有没有这个机遇 那读书的话 对于读书的专业 你觉得哪一些专业 会比较方便 如果你是学霸 那你当然读什么工程类的 工程类 包括建筑类的 工程类 建筑都比较火 工程类 比如说汽车 这些飞机 对不对 那你说 那这个都很厉害了 对吧 然后 这是第一档次 第二档次 你要实在觉得不像 去读读IT类的 金融类的 对吧 第三档次 你就打得到随便了 对吧 就大学了 但是你读college 你college 你说 也有没有可以读护士 你可以读护士 没有问题 你可以读什么 就是非常高级的专业 也不是可以读 也可以读 都是很高的 但很难的 可能比本课还要难 如果你在 你觉得你自己 有点技术过程 可以去读修车 修飞机 一些机械没服 这些东西都可以 对吧 甚至 如果这些读不了 你比如说木工啊 或者建筑啊 之类的 对吧 这些比较 技能类的 比较多 起码就是说 你能养活自己 能自己有一个 稳定的 比如说我是学 比如说我是学 这个装修的 那我去装修的 我期术以后 可以在大公司打工啊 以后我给自己的 该拉个小团队做过高中赛 一年这个十万万万呢 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在来加拿大之前 我也稍微调研了一下 我了解的就是很多移民中介 或者很多人写的一些经验题 他们介绍的是 草原省 最好移民的应该是 海洋四省 其次是草原省 安省应该是比较难的 那你认为 在你这些从业 这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里 你认为 这个讲法对不对 就这边是确实比较难吗 对也不对 首先对 它的政策上 草原省和 PIN里面 的确是简单 对吧 咱们就讲 安省和BC省 的确是难 因为安省 经济大省 BC省是风景最好的省 其他的省都可以说 混为一谈吧 咱们叫混为一谈 是吧 但是 大家都觉得简单 在情况下 就是我说 对 不对在那天在哪 大家都觉得在那 去了以后 大家都奔在那 这个事情也不简单 草原省就面临了 现在就是外省的毕业生家属的一份 现在很多 很多分数特别高的市场 因为所有人都去哪 对不对 也不是 现在就发生了 现在的确就发生了 他省经营就那些 比如说三千 你去了十万的人 不是十万人发展 除了三万的人 超了十倍 他省经营消化不了 自然水涨成高 对吧 而且他因为水涨成高 他的政策随时会变化 包括PIN PIN首先 之前也就是特别火 就炒得特别 PIN的房子岛 New Brassway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很小 对 经济混合 他的雇主就那么几个 那些雇主对移民局定的死死了 我讲定的死死了 而且雇主 很多我们也认识 给你讲个例子 不光是雇主 PIN的市长 大概在十年前 都被抓进去了 因为行贿受贿 在移民上 做投资移民吧 他的市长 都被抓进去了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 大家都觉得火了 像你现在去 一年以后 或者是半年以后 究竟情况怎么样 我不觉得是一个 反正我就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风险蛮大的 我反而是喜欢那些 比较稳定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安省 或者BC省的一些项目 咱们就讲一些项目 它是比较稳定的 常年都是这个数值 只要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就行 达到目标我们有很多方式 我觉得这些实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 比较安稳的 大家节目最后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 来到这里生活 我想吧 对 介于 大省市和小省之间 虽然民工塔标了 但是相对来说 房价还是比较低 生活生活还是比较低 再加上有没有那么卷 华人相对来说 少一些 少一些的话 那么大家的贪比之心 恐怕变得都比较好 生活比较舒服 也比较舒服 当然也跟自身情况有钱 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 那我当然去温哥华了 是吧 但是温哥华就在一个大豪宅多少钱 是吧 你在这生活多少钱 那你如果生活特别有压力 你要去为他的压力去拼搏的话 你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个生活 也议到这个程序的问题 这一家丝对你